飞机缓缓降落停机坪 从机舱内跳下来的驾驶就是16岁的比利时飞行员Mac 他独自一人驾驶差于超轻行机 在22号下午约2点钟抵达宋山机场 以下飞机先量体温 机场人员送上乖乖和真奶 拿起手板向镜头打招呼 Mac今年16岁 他在15岁时就取得飞行执照 成为当时最年轻飞行员 也挑战最年轻自驾机环球 穿上也有台湾地图的上衣 亲切和镜头打招呼 Mac三月从保加利亚起飞 距离台湾的上一站是菲律宾 22号抵台后 23号上午8点就会飞往南韩 但和原本计划的抵台时间延迟两天 她的姐姐Lara就是今年一月完成飞行五万一千公里 飞越五大洲五十二国的最年轻独驾机环球女性 现在Mac也追随姐姐的脚步 希望可以完成自驾机环球 因为这种特别的地方能够舒服 然后我姊姊们也能够舒服 然后我们也能够舒服 16岁的她不为女权中的小状况 更鼓励台湾人别对自己设限 若有梦想就用行动努力实现 TVN新闻 汪行档草召人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